大家好 根据天气报告 我这里明天会下雪 我的后院 竟好有好多花 竟在新开 所以我就赶紧了 今天把它拍下来 如果明天真的下雪 那有可能倒计 它们全都枯萎的 我现在开的最好的 有葡萄凤心脊 蓝色的 还有粉红色的 黄色的 都属于米里的 封心脊有一类比较大型的 我买来的时候 它是蓝色的 开了两年呢 今年就变了粉红色 这边有几颗 玉菌香 玉菌香 玉菌香没什么花包 今年 新开的还有 白色的好像开的时间 只有三四个礼拜 黄色的好像开的时间 比较久啊 我在一个多月前吧 跟他们做视频的时候呢 当时只开了一朵 到现在还没有掉下啊 可以开 淡花就可以开两个月 应该可以超过两个月吧 还是开的好好啊 我买的时候呢 有好多不同颜色的 不过现在开了 黄色的就比较多 白色的好像比较快就掉下了 特别如果有一些虫子咬过了 就掉下的更加的快 还有好多花包都没打开的 应该还可以开多一两个月 我现在这里呢 真的是疗于花香 这边还有一堆玉菌香 我去年是二月才种下去的 所以我不肯定它 能不能开花 你看这一朵 没打开了 就被虫子咬了 这一堆呢 是另外的一个品种 还没有开啊 这一堆应该是比较漂亮的 这边还有一堆 是小小颗的 这边有一堆啦 是 花瓣是白色的 中心是黄色的 这一堆好特别 买的时候好多颜色的 现在开出来了 只有黄色比较多 玫瑰 玫瑰现在都长得不错啦 我在两个多月前 又多买了几颗不同品种的玫瑰 玫瑰呢我自己很喜欢 但就不敢再种的太多 因为它有气 不可以随便的 摘种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这颗鲁宾花 现在都长得很好 玫瑰真的很漂亮 可是它有气 如果不小心碰见它 真的不许开玩笑的 这颗 莲桥花 好多人都说 莲桥花是银春花 银桥花不是银春花 它们两颗呢有区别的 银春花是有五到六片的花瓣 而莲桥花呢就只有四片的花瓣 因为它们都在春天开 而且在开的时候呢 都只有花朵 没有叶片的 所以好多人呢都搞错了 说莲桥花就是银春花 银春花在早春的时候开的 而莲桥花呢就开的比较晚 银春花的季条呢是比较软的 而莲桥呢比较硬的 银春花跟莲桥花 其实区别很大的 但它们两颗都在春天开 如果真的要说它是银春花 都可以的 现在看到的是银春花跟莲桥花的区别 莲桥花有六片的花瓣 比较圆圆的 而莲桥花呢就只有四片的花瓣 花瓣呢就比较瘦比较长的 这边这颗荷包五单 长了好多花瓣了 这颗是半地栽的 我另外还有一颗比较小的 种在地上 都有花瓣了 荷包五单很好摘种的 随便种它都长 几颗红枫 都长了好多叶片 再多一个月 它就会很好看的 可以把我的圆子呢 颜色呢 配得更美 在这边呢还有一大堆的 先过来这边看我的茶花 我的茶花今年开得很美啊 好多花包 第一朵打开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啊 茶花单花开的时间不久的 两三个礼拜都已经很离开了 快要掉下了 这一朵 开了两三个礼拜了 第一朵 现在还有一些些 荆栽打开的 还有好多花包还没打开 应该还可以开一段时间 里面有一朵开得很美啊 在里面 这一朵 这一朵 盛开了 这一朵 整个颜色很漂亮啊 我是盆栽的 这一朵 这一朵 牡丹 牡丹 是福利花 在园集里呢 肯定要栽种了 非常的好一头 极客的颜色好美的 如果明天下雪 就有可能打不开了 它今年有六个花包 长得非常的好 我是盆栽的 如果明天下雪 其他没打开的花包呢 还有机会开的 但刚刚打开的 就可能会掉下了这一朵 我去年 几乎没有什么跟它吸肥的 我没有想到它今年呢 长了六个花包 这颗月桂 这颗是最新修求 铁三年 这颗山内铁三年 已经有花包啦 去年买的时候还是小小颗的 今年就长了这么多 这边的光照比较好 真的长得不错 这颗铁三年 我没有收剪啊 好多人都说 铁三年要收剪 其实不需要的 在冬天的时候呢 它旧有的鸡条呢 自己会干掉的 到了戳春 生的芽苗呢 就会长出 旧有的鸡条呢 你可以剪也可以不剪 它自己都会枯萎的 这个山内 山内铁三年同样的 我都没有收剪 到了戳春 有生的鸡条长出 就有的 你可以把它剪掉 也可以不剪 它自己都会枯萎掉的 我没有特别的 去收剪它 我都有问过 麦家 他说你可以收剪 也可以不收剪 因为到了冬天 就有的鸡条呢 它自己会枯萎掉的 这颗勺药 在一旁有哪边分过来的 这边有一颗 圣诞过后我买的 它 公家 半家买回来的 Prom 属于 桃的一类吧 我不知道它属于哪一类的 水果 好最后 就过来这边看看 这边都有一大堆啊 开了很久了 这一堆 开得好美啊 去年12月的时候才种下去的好像 等到明年呢 就会翻一杯了 这颗西水晶泥 开了好多花 这边小白菜 这边的都已经打开了 这边的都已经打开了 还有好多的花包 应该可以再开多一两个月啊 等到明年呢 就会翻一杯 我买的时候好多颜色的 现在开的 就只有黄色 这边有一颗白色的 这颗都开得很美啊 好像白雪一样 这边要多等一两个月 因为有好多不同品种的花 还没有长出来 这颗白宝今天 长了一大堆啊 这边都还有一颗白宝今天 好了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